很多师父叫很多人不要这样做 他们就是不信邪 然后我们去滴了一个牛眼泪 把牛眼泪滴在眼睛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阴阳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鬼魂 看到这个男生的后面挂了一个人 有这种东西才怪啦 如果有这种东西 我的车会被撞死了 突然间他的朋友被车撞 每一天看到他家全部很多领 这个精神状态太刺激了 刺激到他 他爸爸妈妈把他带去公庙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季生满堂的杜眼龙秀 我是你们的宝宝 我是Ezandra 我是你们的Servo 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 林的星生 耶 那我们今天领个星生 就是我又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 然后有很多疑问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是有关系到一个小小的都市传说 也就是说很多师父叫很多人不要这样做 但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想要看见鬼魂 他们去做一件事情 哇 这个很紧张 对 你有听过牛眼泪吗 有 对 你有听过这个东西 师父每次讲 啊你不要用牛眼泪涂在你眼睛啊 什么之类 OK 那我们等下再讲 我们先开始这个故事先 OK 那今天呢 这个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有两个小孩子身上 其实他们也不小 就是像十多岁这样子啦 中学生 然后呢 他们就有一天他们就去 因为刚好又差不多要七月时间 然后他们就去那种高速公路啊 路边啊 就是学校在那边走走走走嘛 对不对 就在路边旁边 诶没有事情做 诶我跟你们讲哦 这里旁边有一个鬼屋 我们要不要去看 诶看什么 我们又没有阴阳眼 我们去看来干嘛咧 都看不到东西啊 对不对 然后他另外一个朋友就 疲痒 suggest他什么咧 就讲 诶你知道吗 其实哦 我们把牛眼泪滴在眼睛的话咧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阴阳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鬼魂 这个 这个牛 会流眼泪的 对 这是牛的眼泪 你怎么牛会流眼泪咧 特地去找一个牛眼泪 所以你要等到他流眼泪 诶 诶 你的关注我点不厌 哈哈哈 这个牛的眼泪 他流了 然后你去 怎么擦眼睛 然后我们就放那个瓶子 没有哪 那一次啊 就涂在眼睛 有些人滴在眼睛里面 哦 这个我有听过 这个有一个法门有 有这样的东西 我听过 OK 所以的话 这个两个朋友咧 就是suggest 哦 这样子啦 不然我们这样子 你看我有一个牛眼泪了 然后不然他哪里搞来的 牛眼泪 然后他就叫朋友滴咯 然后两个人就滴咯 然后滴了过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变化 他就说 哎呀 骗人了啦 怎么有可能 然后过后啊 他们过不久啊 他们就走走走玩 然后在那边 因为他们要走回家那些嘛 然后呢 他们走到一条路 那条路呢 它是马路来的 但是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 就它那种很多树在旁边 人子比较硬一点 然后呢 那个地方就比较多人车祸了 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听到有一些声音的样子啦 就等下有人跟他们讲话 然后又有风的声音 就那种 阴阴深深 就很阴深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很安静的马路 对就是那种风吹来 因为感觉到很像刺到你骨头 没有灯光 有有有有灯光 有灯光 但是呢 它就是那种 呃 就那种阴深深的 就是 那个灯要亮不亮 要暗不暗 然后恐怖恐怖 又有那个风一直吹 然后感觉有人跟他讲话 这样 然后他讲 这种马路很恐怖的 对 然后通常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车祸的时候 对不对 对 所以那边就很多事故了 然后他们讲 诶我跟你们讲哦 这个 就要跟他朋友讲 我跟你讲哦 就要我们两个讨论哦 讨论 这个地方啊 很阴哦 那个牛眼泪 有没有突然 会不会看到鬼魂哦 之类的 就是那种 像 骂他 咔嚼咔嚼 这样子啦 就很像顽皮 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讲讲讲 不知不觉 他们就突然间 一起同时听到一个声音 就很像 有人在那种讲话 whispering 这样 啊啊 你看 啊 你看 啊 这样子的声音 是谁在讲话呢 就是不知道 然后他讲 你有听到吗 他们两个同时stop掉 你有听到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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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 毛站起来 他们就两个一起安静 然后走路 也不敢讲任何东西了 就是要过那条路 然后呢 突然间呢 他就有一条 一个车 然后呢 突然间 他就有一个车 停在那个马路中间 很奇怪 他就停在那边 然后呢 就是 没有人在车 他们就看 诶 怎么没有人在车里面呢 为什么没有人 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继续走咯 然后他们后面 突然间有一个人 突然间碰他 就马上 砰 然后他们就 吓死去 然后就心想 什么事情哦 是谁 然后那个人就讲 哇 然后你们这什么哦 在那边 吓到这样子 我要叫你们帮我 因为我的车刚好在那边 就是不能够动 要你们来帮我 你们以为我是鬼啊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心想 哎呀 这样子的事情 吓死他 但是呢 他们就去帮那个人哦 帮那个人的时候 就很像帮他 弄他的车啊 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 开玩笑啊 讲这条路啊 什么 又继续讲 然后又在那边 然后那个 车的主人呢 是那种不信邪的 也不相信鬼 没有宗教的人那种 就是没有宗教 什么都不信的 信自己 对 信自己的那种 然后呢 他们就讲 哎不可能啊 什么什么 然后就讲 有这种东西 才怪啦 如果有这种东西 我就车会被撞死了 就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呢 他就这样讲了 过后呢 他们就要散了 散了的时候呢 同时哦 有一个男生 有一个 两个人的 其中一个呢 他们就看到 这个男生的 后面 挂了一个人 那个男的 后面过来 对 就是那个车主的 后面挂了一个人 有一个其中一个 朋友就看到 然后他就讲 你有看到吗 在旁边 你有看到吗 在旁边 是不是涂了那个眼泪 就是不知道 然后呢 他们就看到了 他们就 快快要走了 然后过不久啊 走走走一下 然后他朋友就讲 我没有看到啊 我没有看到啊 在哪里 突然间 他的朋友被车抓 他的朋友看见 对 不是 就是 没有看见的那个 没有看见的被车抓 对 但是他信邪哦 对 但是 就是那个 没有看见的那个 就被车抓 然后过后那个人 就很怕了 然后 后面他们就 安排了 这个朋友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善后 反正那个 就不多讲啦 然后 他就回家 他回家 从那一天过后 他滴了 那个牛眼泪 再加上 他已经看到 这个人的背后 挂着 那个女 有一个女生 挂着 他的肩膀 再加上就是 他又看到 他朋友被车撞了 过后 他一回到家 每一天看到 他家全部很多 里面的感觉 不知道是 他的 这个精神状态 太过聋了 太刺激了 刺激到他 还是真的是 因为这个牛眼泪 反正那一天过后 他就很多 灵异事件发生 然后他就很怕很怕 每一天睡觉 都一直被吓醒啊 被吓醒 又被鬼啊 闯他就 一直不得安宁 就对了 然后他就是 一直没有办法过 然后到最后 就是他爸爸妈妈 把他带去公庙 就去 清理啊 解决这个事情 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 他们两个给博了 也不是两个给博 是他们就是 不信邪 然后我们去 滴那个牛眼泪 就本来 不是给普通人看的 就是那种 天机 然后他们 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看 但是他们死死要 对 然后可能 去跟牛弹琴 然后牛留一个 什么牛弹琴 拿一下 对牛弹琴 对啊 对牛弹琴 他就流眼泪啊 这么感动到 然后把眼泪 瞅在眼上 眼睛上 未了看这个东西 可是其实 这个东西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牛眼泪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一个科学根据的 对 虽然是讲 OK 对我来讲 百物事实法门里面 OK 牛的眼泪 是一个 因为它是 森林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是一个 动物嘛 所以动物 自己本身是有这个 阴阳眼 所以的话 你滴在你的眼睛的话 它就是有这个 阴阳眼 它们可以这样的说 这样子来理解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狗狗猫猫的眼泪 也可以 为什么偏偏要扭乱 是不是 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一定有一个传说 对 所以它这个传说 就是为什么 师傅叫你们 不要去做 就是因为这样子 会影响到你们 而不是说这个眼泪 因为它这个传说本身 你已经信了 这个传说过后 它会让到你 变成相信这个传说 做了这个东西 变成这个东西发生 对 就算那个牛眼泪 本身 它没有这样的能量都好 但是你已经信了这个传说 你又去做 然后你就已经 进入这个东西了 对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小心 你可能那些农夫 去帮那个牛擦身体 你不能弄到眼泪 这样子没有理由 她的直接马上开阴阳眼 对不对 就是 就是因为她信了这个东西 亲信了这个传说 然后她去拿这个牛眼泪 然后拿来服用的时候 就因为她信 对 所以她用了过后 她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能量的东西 所以就是讲 如果你们有听说这个谣言了过后 不管她是否真实 你都不要去轻易尝试 因为很多人是不信邪 本来那个东西没有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传说出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再去做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有的东西 因为所有东西 不管是讲话 或者一个东西 流的眼泪 全部东西都是一个能量 对不对 然后那些灵界的人也是懂的 灵界里面的那些灵体 他们也是懂的 你要做什么 因为你就是贪 为什么呢 就是讲现在很多人 修行人也好 或者普通不信邪的人也好 他们是去贪这个能力 能量 对 所以他们就是死死要 去做一些他不能够做的东西 那这些灵界的灵智道 过后 他们是会去捉弄它 对 对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希望大家不要这样迷信去 因为听到这个传说 然后就去哪来用 如果我说你即使用了 你可以飞天遁地 那些不能够去信我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这个东西不只是灵异 能量方面 就是 没有一个根据 而且呢 就是呢 是什么 这个东西不科学 对 为什么 以玄学来说 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是一个能量嘛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下场 但是呢 以科学来说 你想一下那个牛眼泪 有多么多的细菌 弄到你的眼睛 有些人可能会忙掉 有些可能细菌感染 你想一下那个后果 对不对 所以呢 有时候呢 师傅跟你讲 不要这样的做 是有原因的 因为 他都已经有这个传说 下来了嘛 所以当然你就是 不要这样的做咯 知道吗 所以 有时候师傅的话 还是要听的 哈哈哈 所以 因为 呃 有些人就说 啊 这个牛眼泪用了 这么没有效果 这么我用了 看不到东西 对 用了 所以 不是说那个东西不能够 因为本来就是不能够 不科学的 因为如果是说啊 如果啦 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这样子的逻辑来说 如果你用了这个牛眼泪 你会马上开你的阴阳眼 天眼之类 这样子 是不是全部人都可以开 对 那 是不是全部人都可以泄露天气 这个是完全一个很不合理的东西来的 所以的话 这个是 我觉得很荒谬一个传说 所以这个 这个 林的先生的故事呢 就是跟你说 因为这个人他贪 他贪要有这个能力 可以看到阴阳眼 对 所以他听了这个东西就去弄 弄了身边的灵体之类的 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结果就 化成了 然后重点是到最后他要去宫庙 然后宫庙去跟他弄嘛 对不对 所以宫庙也是 就算你去宫庙去弄啊 但是也是你自己找来的 因为为什么 如果等下那个师傅跟那个神明 去跟那个 所谓的灵体去沟通了过后 然后查出来 哦 原来是你自己 在那边 找事情 就是这么种 吃饱没事做 对 吃饱没事做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 是你得罪那个灵 还是那个灵得罪你呢 其实 其实 讲真的啦 是 这个人的错来的 对 所以其实 就是如果你们有缘 看到这一集 灵的新生的话 就 尽量 如果有这种什么都市传说啊 之类的 如果你不是所谓的什么师傅啊 或者有这些法门啊之类的 你不要随随便便轻易尝试 因为这个是会害到你自己 而且可能会害到你身边的人 而且你可能会付出一些很大的代价 这样子 所以 呀 这个师傅有什么要补充吗 补充呢 就是说 如果你天生有这种难力 恭喜你 如果没有 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强求 不要 实时啊 我要这个 我去找这个 找那个 为了我自己有这样的 所以 不好 不要去做这样的事 因为你知不知道 你会惹到自己身上什么事 对 所以 今天的灵的新生就到这里 这个是很interesting的 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影片的时候 就是发现到非常的interesting 因为 这个东西是太多 太多人去传说 在玄学里面 很多人去讲了一件事情 但其实这个是 对我们两个师傅来说 Bibos Enzantra 或者是Simon师傅来说的话 都是 不管是玄学 还是科学 还是以能量方面 或者是 以这些修行方面 是完全一个没有逻辑性 不合理的东西 所以的话 呀 就是给大家一些警示 然后希望大家 可以去 好好的修行 不要去追求这些 不需要追求的东西 OK 那我们今天 灵乐新生 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你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留言 然后记得要Follow 我和Simon师傅 还有我们 杜眼龙兽的Instagram 我们会时常发布一些动态 给大家知道 而且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在那一边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 我们的这个Facebook page 就是我们 季胜满航杜眼龙兽 因为呢 我们会时常时常的 尽量每一天都会开直播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所以我们每一天晚上七点 七点 每一天晚上七点 主持播剧影片 拜拜 拜拜